第九百八十五集 刘少登基即位后 立刻宣称自己有病 回到了永福省 他不敢亲自主持父亲的葬礼 他手持佩刀自己守护 夜里则点得灯火通明 以防备左右有人谋害他 刘少任命萧宾为尚书蒲叶领军将军 和尚之为司空 命前又为帅弹河之镇守石头 征禄将军迎道侯刘义琦镇守金口 刘义琦是刘义庆的弟弟 二十二日 刘少将以前发放各处的兵器 全部收缴 放入武器仓库 刘少诛纱江战徐战之的亲属党羽 上属左城巡士松 右城张宁之等人 张宁之是张涛的孙子 刘少又任命殷重肃为皇门侍郎 王正建为左军将军 张超之陈属儿也都按照他们的贡献大小 分别封了官职赏赐了东西 府国将军鲁秀这时正在建康 刘少对鲁秀说 徐战之过去经常想害你 如今我已经为你除掉了这一祸害 然后他任命鲁秀和屯齐校尾庞秀之一起掌握左右军队 刘少不知道王僧掌也参与了费力的密谋 任命王僧措为吏部尚书 司徒左长使和眼为适中 武陵王刘俊囤住五州 沈庆之从巴水前来请教军事方略 3月初二 点签董元寺从建康来到五州 将太子刘少反叛杀害附近的事 全都告诉了刘俊和沈庆之 刘俊让董元寺把这一消息 告诉手下文武疗数 沈庆之偷偷对他的心腹说 萧斌像个富道人家 其他将帅都很容易对付 东宫中死心塌地的和刘少一同作恶的人 超不过三十人 除此而外都是被逼迫暂时去从的 绝不会为他效死利 如今我们辅佐顺应天下人心的人 前去讨伐叛逆之徒 不用担心不会成功 初九 本位国主尊自己的如母宝太后 常侍为皇太后 并追赠常侍的祖父父亲 对常侍的兄弟们也都加官尽绝 跟外妻一样 太子刘少把浙江东部的五郡分出 设立惠州撤掉扬州 另外设立司令校尉 命妃子殷氏的父亲殷冲为司令校尉 殷冲是殷荣的曾孙 刘少又任命大将军刘毅公为太保 任命荆州刺史南侨王刘毅轩为太尉 任命始心王刘俊为票席将军 任命雍州刺史脏志为丹阳尹 任命会计太守隋王刘弹为惠州刺史 刘少整理检查文帝 装机密文件档案的箱子 以及江战家的奏书和信件 查到了王僧措曾呈报给文帝的 关于犒劳勇士和前代废处太子 朱王的材料 十一日逮捕王僧措并将其斩首 王僧措的弟弟王僧前为司徒作西蜀 他的亲近了鼠们都劝他赶快逃走 王僧前哭着说 我哥哥以自己的忠贞报效国家 以慈爱之心将我抚养成人 今天发生的事 我怕的是他不设计我 如果我能得以和他一同回到九泉之下 那也就好像飞升成仙了一样 刘少成姬乌县 住在台城以北的各王爵侯爵 说他们和王僧措一块 参与图谋反叛的阴谋 杀死了长沙盗王刘瑾 刘瑾的弟弟临川挨王刘业 渡阳孝侯刘进和心于怀侯刘 因为这些人都是刘少平时最厌恶的人 刘瑾是刘一新的儿子 刘业是刘一庆的儿子 刘瑾和刘都是刘一庆的侄子 刘少给沈庆之写了一封密信 命令他杀了武陵王刘俊 沈庆之前来请求觐见刘俊 刘俊极为害怕 就以生病为借口 拒绝和他见面 沈庆之却突然闯了进来 把刘少的信拿给刘俊看 刘俊看后 哭着请求沈庆之 允许他到内室跟自己的母亲诀别 沈庆之说 我承受先帝的厚恩 今天的事情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 殿下您为什么对我有如此重的疑心呢 刘俊听后起来两次叩谢 说个人和国家的安危全在将军你 沈庆之听后就下令全部文武百官收拾武器 进入临战状态 王府内的主部严俊说 如今四面八方并不知道 我们这支仁义大军即将举议 刘少占据着健康京城 如果我们起义后首尾不能接应 这可是一条危险的路啊 我看应该等到各路将帅来到之后 共同谋划 然后再一举起兵也不晚 沈庆之力声说道 如今我们正是做大事的时候 连黄毛小子也都可以参与谋划 刘少怎么能够不被打败 应该斩了他示众 刘俊赶快命令严俊向沈庆之赔罪道歉 沈庆之说 你只要负责撰写公文一类的事情 于是刘俊就把军务交给沈庆之全权处理 十天之内 沈庆之就把军队内外事务整办好了 人们都称这支军队为神兵 严俊是严严之的儿子 十七日 武陵王刘俊下令戒严逝师 任命沈庆之兼任辅司马 襄阳太守柳元景 随郡太守宗雀为资议参军 统领中军 江夏内室朱之代理屏东将军 济氏参军严俊为资议参军 领陆氏并监理内外全局 资议参军刘延孙为长使 巡阳太守并监留辅士 刘延孙是刘道产的儿子 南侨王刘亦轩 雍周四世张智都不接受刘少的委任命令 儿童四周赤马曹爽一起举兵起义 响应刘俊 张智卢爽全都来江陵觐见刘亦轩 并且又派人前去鼓动刘俊 劝他早日登基称帝 十八日 张智在建康的儿子张敦等人 听到父亲张智举兵起义的消息 都逃走了 刘少仍打算安慰取悦于他们 颁发赵令说 张智是皇亲国旗有功之臣 正要振意帮助我一同治理经师 他的子弟们却要四处逃散 这真令人奇怪坦息啊 可以派人传达我的意思 让他们回来 全部官复原位 不久 刘少抓到了张敦 命令大将军刘亦公 打他三十大棍以示教训 然后再厚厚赏赐他 二十日 刘少把文帝安葬在常宁陵 士号为景皇帝 庙号为中宗 二十二日 武陵王刘俊从西洋出发 二十四日到达巡洋 二十七日 刘俊命令严俊向四方发布讨伐习文 让他们共同讨伐刘少 各周俊接到习文 全都起来响应 南桥王刘毅宣派张智率领军队前往巡洋 和刘俊会师后一同东下 至留下曹爽在江陵镇守 刘少任命演技二周刺事 萧思化为徐衍演二周刺事 启用张勇为青州刺事 萧思化从历城率领自己的部区 回到了平城 起兵响应巡洋武陵王刘俊 剑武将军袁护之 此时正在历城 也率领自己的军队赶到内力 南桥王刘毅宣任命张勇为冀州刺事 张勇派遣司马崔勋之等人率领军队 同刘毅宣会师 刘毅宣担心萧思化同张勇之间 解不开以前的怨气 就亲自给萧思化写了一封信 又命令长使张畅给张勇也写了一封信 劝他们二人能够坦诚相待 通力合作 隋王刘弹将要接受刘少的命令 参军是沈正游说司马顾琛说 国家这次灾祸 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听说过 现在指挥长江以东 骁勇精锐的军队 倡导国家的大义 向全国发出号召 又有谁能不去响应呢 我们怎么可以让殿下 面向北方叩拜凶恶叛逆之人 接受他虚假的宠信呢 顾琛说 长江以东之地 旺季战争已经很长时间了 虽然顺从与叛逆是不一样的 但强弱大小也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等到四方都有人起意 讨伐后再起来响应也不算晚 沈正说 天下还未曾有过无父无君的国家 我们怎么可以自己安于眼前 大仇大齿的现状 而把这起义的责任推给别人呢 如今正是由于是负叛逆 酿成沉冤惨事 在道义上讲是不共戴天的 仗义起兵之日 岂能祈求一定准备周全 冯衍曾说过 大汉王朝的尊贵高官 难道都不如齐国储国的卑贱的读书人吗 何况殿下不仅仅是陈属 而且还是儿子 对他来说 国家和个人都是一回事 于是顾称就和沈正一起进府 劝说刘弹 刘弹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沈正是沈田子哥哥的儿子 刘少资认为自己从小就熟悉军事 对朝廷文武官员们说 你们只要帮助我整理文件书信就可以了 不必担心战场上的情况 如果有什么贼寇前来发难 我自己就能抵挡得了 只是怕贼寇们不敢有所举动罢了 听到四方起兵讨伐时 才开始忧虑害怕起来 他下令实行戒严 将正在休假的将士全部召集起来 把秦淮和南岸的百姓 全都迁到秦淮和北岸居住 而把所有王和大臣 全都聚集在建康城里 强迫江夏王刘异公 住在尚书下社 把刘异公的几个儿子 分别软禁在市中下省处 夏季四月初一 柳元景统领宁朔将军 薛安都等十二路兵马 从盆口出发 司空中兵参军徐一宝 率领荆州军队在后面相接 初五 武陵王刘骏从巡洋发兵 审请知总领中军随在左右 刘少封立王妃因视为皇后 初八 武陵王刘骏的声讨席文传到建康 刘少拿给太长颜炎之说 他是出自谁的手臂 颜炎之看后说 这是颜骏写的 刘少又说 言语词句为什么到了这种令人难堪的地步 颜炎之回答说 颜骏连老陈我的安危与否都不考虑了 哪里还能顾虑陛下您呢 刘少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 刘少把武陵王刘骏在建康的儿子 全部抓起来囚禁在市中下省 把南桥王刘一轩的儿子都关在太仓空屋子内 刘少还打算把雍 京 江三州将士们 刘居在京城的家属全都杀死 江夏王刘一公和和尚之都说 凡是图谋大事的人都不会顾念自己的家 而且很多人又是出于无奈才这样做的 现在如果突然把他们的家属全都杀了 这正好坚定了他们的意志 刘少认为他们说得很对 就下叔说不再追究家属 刘少怀疑朝廷内旧日大臣们都不愿意效忠自己 于是他就特别后代鲁秀和右军参军王罗汉 并把军事重任全都交付给这二人 又让萧斌做主要谋划者 因冲掌管府内文告兵符 萧斌劝刘少亲自统领水军西上迎战 不然就聚守梁山 大将军江夏王刘一公认为 南边来的讨伐军队起兵仓促 所使用的船只简陋狭小 不利于水上作战 金县集策说 逆贼刘俊年纪小 不熟悉军事情况 远道而来 将士们都已疲惫不堪 应该以意待劳 现在如果我们远去梁山迎战 京师就会空虚无兵 东边的叛军就会承虚而入 这样有可能出现祸患 假如兵分两路分别迎战 又会分散兵力 势力孤单 不如仰精蓄锐 等待叛军前来 坐在这里寻找机会 还可以放弃秦淮河以南的地区 用木炸围起石头城 这也是过去对腐败来入侵的老办法 不用担心贼寇不会打败 刘少廷后表示赞同 而萧斌却声色严厉地说 南中侍郎刘俊是个二十岁的少年 却能领导如此大的行动 我们怎能小看他呢 三州同时作乱 而且占据着上流有利地形 沈庆之在军事方面非常炼打 而柳元景 宗雀也曾屡次建立战功 目前情形是这样 他们实在不是一股不堪一击的小敌 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军心没有风崩离析 进行一次拼死决战 如果稳坐在台城等着 怎么能够长久存活呢 如今主上和宰相都没有打仗的决心 难道这不是天意吗 刘少没有听从 有人劝刘少保住石头城 刘少说 过去人们之所以能固守石头城 是因为能够等待其他援军前来援助 我固守石头城 有谁能前来援救呢 所以我们只有权力和敌人决一死战 不然就不会去胜 刘少每天亲自到军营 慰劳将士 亲自督促督水制造船只 初时 刘少放火烧毁了秦淮河南岸 所有的坊屋建筑 和秦淮河上的游船画房 把这里的老百姓赶到了秦淮河以北 刘少立皇子刘伟之为太子 任命使心王刘俊的岳父储湛之为丹阳尹 储湛之就是储玉之的职责 任命刘俊为市中中书建 司徒和陆尚书六条市 加授南平王刘朔为开府一同三司 任命南衍州刺室 剑平王刘洪为江州刺室 太尾司马庞秀之从石头城逃走 前去投奔讨伐军 刘少军中人心大为震惊 刘少又任命赢道侯刘义奇为乡州刺室 弹劾之为雍州刺室 稍稍税 穿